没有这个功夫不行 怎么想也想不来 为什么想不来 你是妄想 扶不来 你对这个世界 拉拉杂杂的还没放下 这么放得下 随时可以去 这个世界这么苦 受这么多年苦 还有什么好留念 生到极乐世界 永远利苦 利苦得罗 为什么不干 实在讲 探神怕死 如果有个念佛堂 在这开头告诉大家 我到我这儿念佛 去天肯定往生 你看有没有人敢来 不敢来了 那天天就求往生 去天肯定往生 这念佛堂一个人都不敢来 假的 假的不是真的吗 那口是心非吗 这就是我们明了之后的真感 这道理通通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确实 不理佛法 不理佛法 而心事法 事法佛法 一点障碍都没有 无论做什么工作 心里都佛好 不限度 这叫功夫 成片 生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同于土 但是不要紧 世尊明白地告诉我们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圆正司徒 这种殊胜的果德 到哪里求啊 八万四千法门 只有这一没有 其他的没有啊 所以遇到这个法门 多难得 多不容易 遇到了不肯干 当面错过 这个罪很重啊 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佛菩萨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祖宗 你也往生成佛了 你的家人都得度了 无论他在哪一道 你都看得清清楚 他有苦有难 你就能帮助他 他跟你有缘嘛 他有感你就有缘 他在受苦受难 希望有人帮助他 那就是感 你跟他 你跟他有缘 你立刻就 这个信息就得到了 你真定的帮助他 不费佛事法了 而正佛法 不费根不离 是一个意思 这事法是什么 给主说 弟子归事法 感音篇事法 十三页也是事法 你看看 这三样东西 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用在自己工作当中 用在自己厨师 待人接物 事法了 给世间人做好榜样啊 心里面是阿弥陀佛 这就是功德 这些事法 不但没障碍你 你在那个地方 累积功德了 到极乐世界提升自己的品位 你做了多少好事 在社会上做很好的榜样 你那个亲近心 人家看不到 可是 你这个 这个这个 弟子归 感音篇十三页 人家看到 改变今天社会缝隙 需要这个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都是好东西 他对于这个子孙 多么爱护 无比的深恩大德 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子孙 不小 不能体会 祖宗的爱 把他们的教会 丢在一边 还说他过时 这样的心态 你说能不早报应吗 我们真是难得了 在这个时代 这样的年龄 遇到了 才觉悟 才明白了 赶紧回头 认真来学习 自利利他 利他 就是自利 你自己 不认真学习 你没办法利他 自己真学 真的到好处了 别人看到了 他就来学习 表现得好啊 我记得我们早年在美国住 附近的邻居 邻居都是美国人 我认真学习